民进党政府不只是在能源议题上自乱阵脚 包含了现在反废死的议题 经过了大法官有条件的判处死刑 被大家认为是进入到实质废死 最新的民调现在再出炉 反对废除死刑的数字更往上提高了 不赞成的高达了82.7% 赞成的只有12% 那换个说法来问 你赞成大法官视线实质废死吗 不赞成的依旧是高达了80.5% 赞成的只有12.3%了 立委罗志强就说了 大法官啊 现在可能你们要好好的反省了 为什么民众对宪法判决产生这么高的疑虑呢 好 另外再次的预告 预计今天下午的三点钟 大法官就要做出针对国会改革法案的宪法判决 已经做了第一个背离民意的宪法判决 也就是死刑的这个部分 所以罗志强呼吁大法官三思而后行 好 立委林佩祥则说 没有死刑怎么保障往生者的人权 正义无法透过公权力来伸张 司法正义 司刑这个问题 这个字眼可能会在台湾经常发生了 这是他的预计 他的预测 再来看到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则是说 其实废除死刑的民调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议题 好像看起来都只有支持国民党的民众 或支持民众党的民众 他们反对废除死刑 其实民调做出来 即便是犯率的民众 也是高达七成七是反对废死的 所以他认为如果在野党持续的聚焦废死议题 可能会是突破民进党同温层的一个破口 民进党如果处理不慎的话 绿军的基本盘可能会陷入后院失火 这样的情况了 我们就继续来听罗志强 还有纽泽勋 他们两个人的说法 73.3%的犯率的一个支持者 他也是反对废死的 这个废死的一个议题 或者是大法官释现 等于失职废死的一个议题 对于民进党 或者是绿军的一个基本盘 他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 松动的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这个议题 如果处理不慎的话 绿军的一个内部基本盘 他可能会有后院失火的一种可能性 82.7%的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 基本上这个从国发会 我们在2001年 国发会第一次针对废死的民调 当时的民调就是81.1%的民众反对废死 从此之后 台湾大大小小的有关于死刑的民调 基本上都维持在八成以上反对废除死刑 所以这是一个很稳定的 台湾的高度社会共识 对大法官宪法判决 认不认同 也有高达80.5%的民众是不赞成 这个所以我觉得大法官真的要去深自的去反省 为什么民众今天在你的宪法判决之后 对这个宪法判决产生这么高度的疑虑 那这我也要给大法官一个就是提醒 当然现在提醒可能也晚了 因为下午大法官就要做出有关于国会改革的宪法判决 大法官在过去已经做了一些背离民意的一个宪法判决 如果再继续这样做出背离民意的宪法判决 那么将伤害大法官这个宪政的一个公器 所以也希望大法官能够三思 好所以各界都在看大法官最后的决定 今天下午三点钟就会对外揭晓进行宣判 不过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认为最有可能的一个可能性 最有个可能的结果就是部分被大法官认定属于违宪 并不是全面违宪 但是当中有一些细项可能会被大法官宣判违宪 不过当中这个很引发了争议 总统国情报告这个居然有可能被认定违宪吗 为什么呢 总统进行国情报告不是赖清德 你选前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吗 到现在即刻为止赖清德选上总统之后 都还没有踏进过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好现在跟你讲说可能甚至被大法官认定是违宪的内容 来看到今天这七名大法官老实讲 他们身上也背着很大的压力 要做出这样一个全台湾都在关注的一个判决 但是一方面来说 这七名大法官即将要届满退休了 当中也是司法院长许宗立 10月31号卸任前的最后一站了 所以其实现在蓝白有点不抱期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都已经要退休了 反正可能做一个大人情给民进党 送出一份大礼给民进党吗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立委吴思瑶就说啦 有点紧张 但是乐观已对 重要的是视线之后 国会该做的事情 启动必要的配套因应了 好不过国民党这边来说 立委牛许婷就批评了 不只国会改革法案还有死刑 就连总预算案 民进党也试图要送进宪法法庭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申请视线这条路了 他就呼吁大法官 不要变成了民进党洗地的工具 罗志强也直言 对下午的判决 他个人是不抱期待 但是依旧希望 大法官能够秉持专业 不要和民进党一起变世主 对于下午 事实上虽然不抱太大的期待啦 但是还是希望大法官 最后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民主制衡的宪政秩序 然后以及把自己 应该作为一个公亲 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那个侍族 跟民进党一起当侍族 这样的一个宪政中立的角色 能够思考进去 这个从一开始 当这个案子提去视线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不太敢乐观 特别是我要严肃的呼吁 这我们非常非常不希望 大法官跟宪法法庭变成政治的工具 但这段时间 不管是国会改革法案或者是死刑 大概越来越清楚 现在甚至连预算案 即便没有什么正当性 他都试图要用视线的方式来做处理 这个我们不希望大法官变成政治洗地的工具 这样子对于台湾司法的公信力来讲 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不会说我们要要求 比如说大法官要直选或怎么样 是因为基本上尊重他们的专业性 然后也希望他们独立的来行使他们的职权 但是他们当手捞过戒 去管到立法院的事情的时候 有扩权的嫌疑的时候 那就不要怪大家开始质疑 他并没有民意的正当性 没有办法回应社会的期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